说起林生斌这个人 相信知道保姆纵火爱事情的读者 应该都认识的 本来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朱小珍跟孩子的去世 让整个家庭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而林生斌也成了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人物 本以为林生斌会因为这样的打击一蹶不振 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林生斌就像是早就策划好了一样 入住短视频平台 借助妻子跟孩子去世的消息不停地操作 短时间内疯狂的账份 成功加入网红的行列 再后来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 疯狂敛财 现在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豪 因为刘信达觉得林生斌太可疑了 没人去关注的话可不行 考虑到这些导演会拒绝 所以刘信达说了狠狠的话 那就是如果不敢 或者是不愿为朱小珍发声 拍在多再好的电影又有何用 话这么说不假 可刘信达逼着让人出面发声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非但不会遇到发声的人 反而还将那些关注此案的人给劝退了 当然认真真虽然是小三 但小三能有这心态 那就不会做小三了 本身做小三就是不道德的 之后发生的事件来看 小三不是个善良之辈 网友不是要为难任何人 你们幸福生活跟任何人都无关 只有洗剪吹把问题逐一澄清 信任地澄清一下 你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澄清了就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不然越陷越深 再说你们俩睡不着觉 和网友有什么关系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基本上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如果林生斌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相信最后法律也会还他一个清白 但如果他身上真的牵扯到一些不干净的事情 那也很快就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林生斌的事情 持续到现在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事情也应该有个结果了 无论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也希望能尽快地给这件事情画上句号 不要再让大家担心 也不要再占用这么多的公共资源了 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值得 制作不易 观看以下视频 请给歪国风云点个强烈推荐 关注和评论也都可以走一波谢谢 知名的大V宋祖德和刘信达 两人直接开始动用自己的资源 对林生斌与纵火案进行申罢 而宋祖德为此还直接将当初主管 纵火案的人给举报了 在宋祖德的爆料下 林生斌纵火案似乎又有重新开展的势头 宋祖德更是在微博直接放言洗剪锤 小三乐的末日即将来临 网友看完都沸腾了 您可能觉得多情和烂情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词语 但是我倒觉得多情很大意义上 可以和所谓的烂情同用 只不过是用在两类人的身上而已 多情通常是用在风流才子 叱咤风云的英雄 恭候王孙 偏偏着世家公子这一类人的身上 而且一般这样的人都是过去世了 很多人津津乐道 乐此不疲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而一旦这人活在我们身边 跟我们同时代 一旦与两个乃至更多异性 有比较亲密的关系 多半会被指成烂情 而加以批判 成为所谓的渣男 就有很多人 甚至有很多女性 一边看着电视理工斗戏 宅斗戏 对于里面男主角三公六院 三七四妾及其神网 心向网之 恨不得成为其中之一员 转过来又在网上大骂某人出轨 渣男 极具精神分裂的倾向 朱小珍知道自己父母赚钱的辛苦 她一心想要去大城市发展 也曾只是想让父母不那么劳累 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不必为钱发售 要是朱小珍知道后来的一切 不知道朱小珍是否会后悔嫁给林生斌 自己跟三个孩子都丢了命 而林生斌在短时间内又有了孩子 把这个女儿娶名暖暖 在林生斌成为大老板之前 也看过林生斌跟自己父亲的合照 当时两个人的打扮都超级普通 然而当林生斌靠着朱小珍的帮助 一下子成为服装公司的老板后 不管是自己还是林副 都在穿搭上有了一定的提升 再看看朱小珍父母的穿搭 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朱小珍的父亲只是穿着简单的迷彩T恤 搭配灰色牛仔裤 旁边的朱母则是穿着条纹短袖 还是超级接地气的 林生斌的事情到现在终于算是有了一些进展 好在有宋祖德以及刘信达等正义大币 愿意为林生斌事件水落石出 做出自己的贡献 毕竟单靠我们普通网友 事单力薄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发声的 我们多数善良的人都觉得 朱小珍和三个孩子的离世 真的是太惨太惨了 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如果林生斌和小乐足够清白 那有什么好慌呢 只需要乖乖地接受调查就够了 不知道在刚过去的中原节时 林生斌和现任老婆 是否有带着女儿暖暖 去悼念朱小珍和三个孩子 林生斌和小乐 终究是为他们的贪得无厌买 为了单 就算朱家人不追究林生斌 他也会受到惩罚 朱舅舅跟林生斌关系这么好 反倒显得我们多此一举了 只希望朱舅舅在真相大白那天 在看清林生斌面目之后 不要后悔就好 最后希望林生斌早日真相大白 早日受到惩罚 给朱小珍和三个孩子一个说法 也给朱小珍的家人一个说法 大家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近期有网友扒出有一个童真一生 1364的账号 看了里边的内容 这几年的时间里边 基本都是在跟林生斌一唱一和 从这个账号发内容的口吻看 应该是林生斌的亲妹妹 对方还说过朱小珍和三个孩子 都永远活在他们心中 以前很多网友对他们的感情并不知情 还曾劝对方放快信 众所周知 宋祖德在7月份就实名举报了林生斌 当时他举报的理由是质疑林生斌设施有问题 而且相关部门也对林生斌的交税一事展开了调查 目前还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不过 旁观的网友都清楚 宋祖德他更在意的是 林生斌有没有参与保姆纵火案 老宋始终对林生斌高度怀疑 但该事件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可是 就在刘信达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他和宋祖德通电话时 老宋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即是已有关键人迫于压力过大 投案自首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宋祖德还在评论区放出了一个大瓜 在有人询问林生斌在哪里的时候 从宋祖德的回答看来 目前林生斌已经被控制 就连手机都无法使用 那么什么情况下 连手机都无法使用呢 不禁有人想起了 当初吴亦凡被拘留的情形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无异于大快人心 同时 这也让一些网友 对于宋祖德刮目相看 曾经大家只以为 宋祖德只是会张口碰瓷的而已 但从这次他敢举报的行为 当得上一声宋老师 这样敢为人先 不畏强权的行为 也得到了多数人的点赞 只是林生斌的事情 并不是那么简单 自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查的 我们吃瓜群众还是要慢慢的 不要紧 林生斌 这在朱小珍和三个孩子走后 靠着消费王妻 过上了更加惬意的生活 在社交平台上 林生斌各种卖惨 就连林生斌妹妹的账号 都被扒出来了 跟着哥哥一唱一和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反感 在朱小珍和三个孩子离世后 总是可以看到 林生斌灿烂的笑容 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开心 但现在在看林生斌的笑容 总觉得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王妻和孩子们才走四年 林生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就已经重新娶妻生子 她的心里边到底还有没有朱小珍和三个孩子 刘信达作为一名很强劲的对手 一直盯着林生斌的事情不放 这不她又实名举报了林生斌 还将各种记录晒到了微博中 刘信达这次针对的林生斌到晚 倒卖海白和花市等向公安局实名举报了 而且还将各种证据都发给了对方流荡 现在就等着案件的调查结果 林生斌与认真真这对夫妻不得不说 林生斌和他的老婆认真真确实挺能折腾的 先是林生斌以前认妻儿的名义开店捞钱 后又搞灵堂宣誓那一出 林生斌还真是有经济头脑 他知道利用前妻和孩子的不幸来博取同情 或许林生斌的现任老婆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身份 他只要知道林生斌有多少物质财富就够了 那如果说林生斌真能问心无愧 完全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质疑 这样也能让人们心服口服 在《默幻经》被判决执行死刑的之后 林生斌又将自己的矛头指向了小区无业 他前后的思想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甚至还将自己妻儿的灵堂摆在小区的门口 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难道当初找物业的麻烦只是为了高额的赔偿金吗 之后更是在网友面前卖惨推销自己的服装品牌 以此来赚得盆满钵满 想必之前网友们对林生斌有着多少的同情 现在就有着多少的痛恨 在妻子去世四年的时间 就火速地结婚生子 甚至可能在又一次的恋爱期间都还在消费亡期落金 这样的行径也是恶劣到极致 近期网友又扒出《默幻经》可能没死 甚至是在林生斌的保护之下生活得很好 还曾和林生斌的现任妻子一起现身直播间 这样的说法也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被查 宋祖德发声 习简吹案子在天曝光8月21日 这将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宋祖德 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对林生斌的事情 还是高度关注的 当初宋祖德总是喜欢评价娱乐圈艺人 这自然是会得罪不少人的 这一回 当纵火案出现了反转后 林生斌也从当初被大家同情 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 多数正义的网友都是支持宋祖德的 因为大家都想要还原当时纵火案的真相 不管是小三乐还是林生斌 都比较喜欢写小作文 如果说他们真的清白 还不如直接出来澄清真相 林生斌有这个胆子吗 林生斌靠着朱小珍让一家人都富裕了起来 结果林家人却说林生斌是靠自己 这良心是被吃了吗 要不是朱小珍帮助林生斌 相信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开豪车住豪宅的